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放贷款的时候 要求企业 要求到银行里面 借钱买房子的这些个人 你要把你的信用报告拿来 我要充分了解 你的还款能力 当然现在征信 也都用很多现在逐渐也用到了 社会领域 我们看到很多 女儿找男朋友 未来的岳母说 你得把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报告 拿来让我看看 人民银行的现在 征信中心的报告 大家查询的时候 个人查询前两次都是不收费的 那么在网上你去查 你的减版的个人信用报告 也是不收费的 那么金融业综合统计 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宏观 主要解决的 是宏观金融决策的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他要求把所有的金融机构 所有的金融活动 所有的我们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 都要统计在内 这样呢 为了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了更好的服务 实体经济 为了 推动 金融体制改革 包括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来提供数据和信息的 充分的支持 在金融业综合统计这项工作上 大家共同努力 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简单来说 主要做了这么三大项工作 第一个呢 是我们完成了 资产管理产品的统计 的全覆盖 也就是我们国家 资产管理产品 目前的总量 结构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的力度 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嵌套 的关系 还有风险状况 都能够 基本上呢 现在能够有个家底 能摸清楚了 第二项工作呢 是要更加完整的测算 宏观杠杆率 就是宏观杠杆率 还要反映它的结构 就是不同的经济部门 政府 企业 居民部门 它的结构性特征 包括不同的金融工具的杠杆水平 包括不同地区 把它呢 都统计出来 更好的反应 更好的为我们 结构性去杠杆 让它有据可一 最后呢 是我们服务国家战略 加强化了金融专项的统计 比方说 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的统计 绿色金融的统计 还有普贵金融的统计 等等 谢谢大家